总统蔡英文今天和前副总统吕秀莲同框 两个人出席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 二十周年的感恩参会 吕秀莲向台下的民众喊话 要大家协助蔡总统 不要把台湾带向战争 而是要投资和平 而八月公投日即将到来 执政党也预计要在这之前 去在全台开三百场的施政说明会 最近被美国的媒体誉为 北京最害怕的一个女人 总统蔡英文和前副总统吕秀莲同框 蔡总统不断起身 向后方的民众打招呼 而在蔡英文到场前 吕秀莲先逸卖玉雕作品 三一九枪子弹打到我 那就八万块了成交恭喜谢谢 太快了吧 是我在主持还是你在主持 我本来现在卖十八万的 好险下一样欢喜 米勒逸卖二十八万皆大欢喜 在蔡总统抵达前 吕秀莲副总统向台下 喊话也要大家帮帮蔡总统 我们大家要协助她 千万不要把台湾带向战争 而是要投资和平 蔡总统上台后强调的则是国内政策 我们要增加三千般的公共化的 幼儿园的目标 现在已经达成了一半 我们推动长照二点零 也是从无到有 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承诺 我们也完成的超过一半 虽然两人强调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蔡总统礼数没有少 公投日将在八月二十八号登场 民进党要办三百场施政说明会 首发场四月十一号开炮 预计由行政院长苏贞昌 带着招牌撞球赶 先为三百名党公职开奖 再开支散业到全台 向国人说分明 八月公投战 执政党以摩拳擦掌 华社新闻成长陈徐学 台北不到